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天府性如果是生在好人家 我已经在想腐了 那我干嘛还拼 但是我现在很穷 凭什么别人可以过好日子 我不行 所以我们讲千金难买 少年穷 老实讲的 我小时候真的很苦 我超爱钱 是 没错 所以你看从天府这颗心 我能赚钱 我还想办法赚钱 赚钱基本上来可以让我过好日子 为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颗心啊 会让人家很努力去赚钱 没错 拼事业很重要的一颗心啊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是 所以后号你的对公也是有这么一颗连真心 连真心它的代表意义就在那 连真跟事业很有关联性 因为它敢拼 而且你刚刚所描述的就是连真的特质 很会销售 很会销售 也就是说任何东西啊 我们常讲最厉害的销售是什么 最平常的东西都可以卖得出去 很特别的东西每个人都能卖 所以敢讲 敢说 敢拼是连真的特质啊 而这颗心在事业中来讲它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来这是啊 要由紫围心 明轩你这边对公还是在对公的 夫妻公里面的紫围啊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紫围啊 其实我们讲贪囊啊 有一个问题啊 这颗心还想出人投地 成功就是要出人投地嘛 演艺圈是出人投地最快的 可是演艺圈又不够自由 所以我们刚刚讲贪囊在演艺圈会 两个矛盾的问题会存在 但是我们讲如果从打拼事业的角度出发 你不管多苦哦 你只要最后成功了 一百次失败这一次成功 最后紫围是不是还是当老板的人 这就以前讲的 皇帝啊是到最后还活着 那个才叫皇帝啊 在最后死掉那个就变成什么 成王败寇了 所以我们讲这三颗心 都是拼事业非常重要的主心了